黎明網友日前在臉書上發文抱怨 他在幫一名客人檢查漏氣輪胎時 才剛打氣兩秒鐘 輪胎瞬間爆炸 害他差點失去了雙眼 當時的過程 帶你瞭解 剛接好打氣頭 打氣不到兩秒鐘 影片中的輪胎瞬間爆炸 日前一名機車修車行的師傅 發文抱怨 自己幫一位車主檢查漏氣輪胎時 因為舊輪胎完全沒有胎壓 突如其來的爆炸意外 讓他雙眼差點失明 他生氣的說車主明知道輪胎煤氣還硬要騎 導致胎幣變飽後爆炸 他提醒民眾以後到機車行 除非技師有需要當面解說車輛問題 不然就請遠離工作臺 貼文一出馬上有同行分享經驗說胎幣壓扁會導致橡膠對折磨擦鋼絲斷裂 很多機車騎士都不注重 通常看到輪胎沒有胎紋或胎紋太薄都不幫忙打氣 除了保護自己安全之外也怕會傷害到其他人 網友也紛紛在底下留言知乎真的很危險 也有人感嘆很多人都嫌為什麼換個輪胎這麼貴 這背後賺的是沒人知道何時會發生危險的激數錢 記者王小華 黃琴 桃園財寶報道